一部经叫做 佛说未曾有因缘经 这部经是出自大政杖十七册 五百七十六页下栏到五百八十页的下栏 五七六下到五八零下 那这部经蛮有意思的 就是有一天有一只野干 这个野干有点类似狐狸 但是也不完全像狐狸 就印度那边的一种动物 那野干有一天 他被一头那个狮子王就追追追追赶 他就拼命的逃 最后情急之下他就跳入这个井当中 他跳入井当中 当然狮子王就咬不到他了 他想可以免于一死 但是问题来了 他跑不出来 隔了三天他怎么爬都爬不出来 结果他那时候想 哎呀我真是罪过 早知道早晚一死 那倒不如把这个身体 就为这个狮子 还供得一见 但是我不但没有利益于他 我死在井里面 这个臭皮囊 那也会影响这个水的干净 有人要喝水 就让他们喝了不净的水 我真是罪过无边 我希望我死了这个夜暴身之后 我要好好修行 成佛 得解脱 来度化众生 你看 这野干发这样的心愿 很难得 这个时候第四天 还有很多天人 正好在天上经过 他一听到说 有哪一位菩萨发这么大愿 因为这些天人 在天上想遇乐很久了 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佛法 就想要寻着这个声音的源头 然后就从天上下来 结果寻着这个声音的源头找 这大菩萨到底在哪里 结果原来往井里面一看 是一只野干 结果他想 这野干 是不是菩萨的化现 因为菩萨他千百亿万发生 他是不是化现成为野干 那野干为什么不在这个山林路上跑 你躲在井里面做什么 总之会疑惑 那第四天 那就跟他讲 我刚刚听到 你发得愿 非常的殊胜 那一定是大菩萨 能不能 为我们多说说法 来开启我们的愚昧的智慧 结果这个野干怎么说呢 我听说 这个要请法的话 要请师父上座 哪有师父在井底下 你们高高在上的道理 这个第四天 天人一听 对 结果就把衣服一脱 就一直丢丢丢 丢下 这个野干就跑上来了 因为这样的智慧 而简得一命 但是 不能马上就逃走 第四天等着要听法 第四天 他已经就上来了 要听法 要供养 因为他肚子太饿了 三天没完之了 我就天人 准备丰盛的 一吃 那你不能说 吃完以后嘴巴一抹 就又跑了 不行 结果就升高坐 为这些天人说法 那就讲十三道 讲五场 种种 天人听的很欢喜 就问他 那你到底是夜报生呢 还是神通变化生 他说他是夜报生 那他就讲他的因缘 就是说过去他是个修行人 那他的师父叫他波罗蜜 那他很有智慧 但是后来因为犯戒了 所以就堕入地狱 恶鬼 畜生 现在好不容易 最后到这个畜生身 已经到最后了 那畜生身完以后会生人在修行 这样子 所以他说 我即使现在得到这个畜生身 可是我过去熏悉的这个波罗蜜 这智慧还有留着 所以他非常感念 他就拿摩波罗蜜 拿摩师父 所以他还是很感恩师父的教导 很感谢波罗蜜 好 希望我们这波罗蜜 熏到脑海里面 心事填充 将来能够断烦恼起作用 好 感谢波罗蜜